中老年人瘦肚子确实不容易 年纪大以后啊 基础代谢下降很厉害 消耗的热量又少 中老年人他这一个肌肉呢 和年轻人无法相提变乱 通过运动减肥又不限时 可是要严格去控制饮食呢 时间长了 肠胃也难受 到头来对自己身体伤害可能更大 那么老年人到底该怎么瘦肚子呢 肚子大 瘦不下来是苹果新身材的你啊 是否还在卡卡的做养母体做 没用 我在以前出过减肋脏脂肪食谱的技术上 出了一个2.0加强版的食谱 吃得更有针对性 瘦肚子也更有效 需要这份食谱的朋友啊 在评论区回复 我要食谱 让你每天不重样 吃得美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让你知道肚子上面的这些肋脏脂肪啊 是怎么来的 又怎么让它搞走 我也不会去讲任何的专业术语啊 热量计算啊 算什么比例这些 我都把它翻译成最浅显明白的语言 让你搞清楚弄明白 很多人就说 减减减啊 瘦肚子 我不想知道原因 就想知道怎么做 一定 但是我劝你啊 一定要知道最简单的原理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 有什么危害的话 给你答案 你也不会贯彻之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瘦了三斤 例子教会更多中国人 学会健康减肥的 特贵 第一个我们得搞明白 什么是肋脏脂肪 顾名思义啊 就说它包裹在肋脏周围的一种脂肪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说白了就说你吃太多的这种淀粉啊 反脂肪酸啊 饮料啊 水果甜点啊 还有足食 那么这些东西你吃太多了 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变成脂肪 它会导致胰岛素啊 持续在一个高位 那你别小看这个技术 它会把你吃进去大门的食物 变成脂肪 囤积起来 并且还会抑制脂肪燃烧 举个例子 很多人说啊 我吃的很健康啊 都吃的杂粮啊 玉米啊 这些深糖速度它会慢 但含糖量还是那么多 那你血液里面这个泡糖已经满了啊 预岛素啊 它就会把它变成脂肪 就是说压力过大 很多人老说玄学啊 说压力大跟肥胖有什么关系 不要扯这个不行 这都得谈到一个技术 叫皮脂唇技术啊 皮脂唇技术 已经有研究发现啊 它是可以触发 肥胖脂肪的囤积 其实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 这个皮脂唇技术啊 就会不停的上升 它会促使你肚子变大 所以你在减减减的过程中啊 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 什么事情呢 也都想开一点 或者说你最近压力啊 特别大 很多家庭啊 工作上的事 触不顺的时候 你就别在这个时候减肥 这个时候你去减 反而越减越肥 再就是说肥胖脂肪过高呢 它会影响我们身体一些技术 比如说瘦数啊 控制体重的肉 就你原本DNA啊 现在这个技术纹乱 让你更容易胖 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 增大了一些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导致这种高血压啊 坏党固醇增加啊 高肝油酸之血症啊 那么是不是讲的很痛书欲动 最后一条就是说 内脏脂肪啊 会导致体内的毒素 难以正常排出 这些毒素啊 和炎症物质啊 会通过静脉进入肝脏 引发一系列的炎症 导致这个胰岛素抵抗 会让你吃进去的大部分食物 都被储存脂肪 这就非常尴尬了 所以很多人 他肚子大以后 整个肥胖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怎么减掉内脏脂肪呢 也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啊 第一个就是要控糖 记掉甜食饮料 高糖分的水果 水果呢 可以保留一些低糖的 你就不要吃太多 前面两个就不解释了 之前有很多视频都讲过这个事 甜品饮料这种东西呢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但说水果 很多人蝴蝶觉得这个水果是天然的 但是没有注意到 它有大量的果糖 这个对脂肪吞积贡献非常大 而且现在很多水果 为了银河市场 它会感受到很甜 所以你吃了以后啊 还真的容易导致自己特别发胖 如果水果要吃呢 一定要吃一些低糖的 像蓝莓啊 雪莲果什么的 第二个就是说 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啊 你每天的碳水呢 如果是以主食的为主 你就可以改成这种21的饮食 就用我橱窗里面的A1的餐盘 把每天吃的这种食物比例 按这个餐盘分配好 如果你不知道该吃些什么 也不知道食谱 那么我这里也有3.0版的 炕火火的减减减食谱啊 已经帮你酸好了 你自己去买就行了 都是菜场里面都能买到的菜 实在不知道怎么吃的啊 你就可以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食谱 那个就是这个主食的比例啊 主食的话 我建议就把这种金米白面啊 可以擦一些杂粮 加进来吃 或者加一些根筋的这种 土豆红素啊 做一个替代 它的升糖指数比较低 吃起来也好 饱腹感也强 比纯粹的这些个金米白面 尤其对于稀饭 要好很多 这个就是说你确实是大激素 肋脏脂肪也很高 肚子也特别大 你每周呢 可以做一个五二清断食 就是八小时里面啊 吃东西 十六个小时呢 保持空腹 可以喝水啊 喝黑咖啡喝茶 那么之前我也做过很多视频啊 不清楚的在评论区问一下啊 第五个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 避免不了出去聚餐 吃饭呢 它就有技巧 第一个 别喝醉 也不要去喝啤酒 如果实在要喝 你可以喝红酒 喝白酒 然后再就是少吃主食 或者干脆啊 不吃这个主食 菜呢 你可以多吃点 不要吃那些个过度烹饪的食物 什么叫过度烹饪 比如说你在外面吃 有些东西 它油炸过的啊 或者是糖醋过的 或者煎过的啊 就是那种 外焦里嫩的 像锅包肉什么的 这些东西 你就得少吃一点 那最后呢 还是说 说一下 9月份 我正在带大家一起去捡捡捡 有捡捡的食谱 都是家常菜 也有这个粉饰减肥群 每天呢 我也会去录一个视频啊 准时的早上发出来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在里面啊 打卡锻炼 帮助减肥受生 紧致身体 特别棒 对不对 然后 如果想要参加的话 可以私信我 四个字 减肥打卡 你就会受到一个自动回复 那么我的助理的话吧 那么我的助理就把价材都发给你啊 最后还是要做一个 捡捡捡好物的推荐 就是说 这个益生菌啊 每个人大肠里面 都有10万以上的益生菌 肠道作为全身 唯一一个能带来能量的器官啊 胖瘦就跟它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这种器官 心脏大脑啊 它都是耗损能量的 跟这个胖瘦的关系呢 其实也不大 但说你身体怎么来处理这个食物 你很难控制 就像有的人喝水都胖 有的人怎么吃也不胖 这个呢 都跟益生菌有关系 那我以前170斤的时候 我就很胖啊 放个照片在这 这个益生菌可以说 是我捡捡捡以来啊 一直都在吃的 里面17个菌种都查过啊 人和的可以放心买 非常不错 一天三顿饭 挑其中的两顿 餐前10到15分钟 温水冲泡 去喝就OK了 好吧 价格也不贵 那视频下面呢 可能买不到 因为最近啊 做活动 点 你点我的头像 进到我的橱窗去买 那个里面都是我的收藏夹 美心的那些东西 也不是我的店 你往左边滑下 最右边有个橱窗 点进去 在里面就可以找到 可以直接买 这个东西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有很多很多益生菌 我只收藏了这么一款 其他也有很多价格很高的 你要问他们 他们就会给你推荐 那个更贵的 这个呢 是我帮大家精细挑选的 适合长期吃 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 真真真的说价格不错 东西上呢 它封面上那个专利 中国的那种发明专利号 新西兰进口的郡主 所有这样 那最后大家在 那最后啊 祝大家在9月 这个掌秋标的季节呢 不胖反寿 获得想要的身材 和健康身体 心想事成 拜拜